香港舶船撞桥通往机场交通大乱 舶船撞桥后通往香港机场交通瘫痪 船只撞桥事件后 显示城市交通对大宇山枢纽 这个连接香港本岛 与赤烙角国际机场的主要干道 具有相当依赖性 因此香港官方公布 通往国际机场的替代道路方案 事件在香港周围晚间爆发 导致全香港城市各处交通瘫痪 一艘舶船撞击到集水门大桥的桥底 导致警报响起 晚上7点40分 当局为安全起见 关闭集水门大桥和青马大桥 导致通往位于大宇山的 香港机场的双向交通中断 道路封闭导致严重交通阻塞 无奈的驾驶只能等待大桥重新开启 由于机场快线和东冲线 也因事件停止 前往机场的民众建议搭乘渡轮 然后搭乘公车前往机场 在当局报告大桥在结构上没有受损 公路与铁路在晚间10点以前 终于回复通车 终于回复通轮